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又来探店了 今天又要带大家看的是全新城市N7 去年7月份上市啊 今年4月份就迎来了改款 这么夸张的更新频率啊 陈纳市车圈最快改款的车型 一点也不为过 那么它到底改了哪些地方呢 今天我们就去店里实地探访一下 走 走 外观大变样 可以看到呢 它外观的整体设计啊 是和之前改变了很多 之前被触骚很久的胡子灯呢 是终于下架 现在呢是换上了我们的 一字形的一个日间行车灯 有一说一啊 这个看起来确实零度清爽了很多 下方的黑色雾动区域呢 融合了激光雷达 看起来整体性更强 非常舒服高级 应该会符合不少旅行消费者 整体来看呢 新车是更符合大众审美了 可能有人会吐槽 它的辨识度降低了 但是这种拼圈的风格 还是挺加分 第二个 后排舒适性提升 现在呢我就是在后排的位置 那么它接近三米的一个轴距呢 这是很好的保证呢 它内部的一个空间 再一个呢 就是它的舒适度提升了 OK 现在我们把它后排这样扶手 这里放下来 那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呢 它整个的设计呢 是从之前的半导师 改成了现在一个全导师的设计 最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它这里搭载了一个 液晶仪表屏 那么它中间的控制功能呢 也是非常多的 看一下它包括了 有我们的一个座椅的空调 然后还有氛围灯的调节 以及最二连的调节 这些都是可以在上面控制的 整个用起来呢 对于提升后排乘客 舒适度来说 都是非常友好的 还有一点就是 要知道啊 这个业绩仪表 可是仰望U8同款 那么不得不耍 用起来了 确实让整个车都更高级了 还有一点呢 就是它车门这里 还配了一个 后排座椅的电动按键 那么是可以调节 我们的后排座椅的一个角度了 可以让我们 想怎么躺就怎么躺 真的太舒服 它们前排的内饰呢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可以看到 它依然是一个对称式的布局 还有我们非常高级的 一个棕色的配色 这就是包括我们带有腿偷的 一个女王 配在座椅 这些都有保留 同时呢 它整个的用力 也都是非常扎实的 智能化配置同样在线 包括正前方的 50英寸ARQD 17.3英寸中控大屏 10.25英寸副驾屏 给足理科技感 新增配置方面 主要是强调了一个实用性 比如它的流媒体后视镜 通过后部摄像头 观察车外情况 不受雨雪天气干扰 进一步提升我们的行车安全 第三个操控性升级 首先它会延续 现款优秀的动力表现 双电机四驱 0百加速3.9秒 COTC纯电续航630公里 其次针对它搭载的 云点A智能车身控制系统 会有进一步升级 此前的单枪空旋 升级为双枪空旋 升级后的底盘悬架呢 会带来更舒适 平稳的出行体验 续航版本方面啊 就是它会推出一个 更入门的550公里版本 进一步降低入手门槛 如果是真的话 那它的适用人群 会再次扩大 好了 现在我们是静态体验完了 藤士N7 只想说啊 它也是一位很听选的选手 可以看到 它在外观舒适性 还有续航冷情面的改变呢 也是直击了此前消费者的痛点 就是不知道到时候 它的价格 会不会给到我们惊喜呢 按照比亚迪今年 增配降价的玩法呢 这个答案呢 大概率是肯定的 那么还是挺期待 后续它最终上市的价格的 好了 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